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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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了个办法 我打了一个货车 我跟人说呀 有150斤的肉得辣 你还别说人打着了 司机会来了 唯我转俩圈 啊 这肉在哪儿了 我说谢谢您吧 我就是 哎呀 就这么一个风雨兼程的命啊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想 你说我这样的一个人到哪哪下雨 是不是就说明我就是这个龙王三太子啊 但后来一对照那个八六版西游记我发现了 人当年那龙王三太子小白龙那就一个帅 所以估计我肯定不是那形象 那这当年这小白龙帅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今天给请来了 有请著名演员王国昭老师 有请 天津的观众朋友们 新音会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 叫风雨兼程啊 战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 先回顾一下 当年王老师都扮演过哪些经典的人物好不好 好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我不恨无前人书法 前人却应恨无我书法 说回来了 他就是离婚了 再跟你结婚 那也不成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我妹妹岂能落到这个地步 你就是玉皇大帝啊 我要什么你都给我吗 对 你说出来之后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要当天鹏大元帅 可以 我给你 我对李斯的印象很深 还跟你握过手 哦 是吗 到底是年轻人啊 起码记性好的 来 请大家这个掌声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对王老师塑造这些角色 都是非常的熟悉啊 那这样我们也问我们的在座 各位相声演员们啊 这个大家对王老师的那个角色 印象比较深啊 我小时候我觉得 我也跟小白就是那个 不是唐三彩哈 小白就是 斗马 斗马 我说 又那个小白龙长得真好看 我小时候我就觉得 我长大也能那么好看 后来我就想瞎了心了 真的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好看 我觉得那个比唐僧好看 唐僧啊 有点肉不奈奈 就是肉不奈奈啊 这是熊人的词儿吗 肉不奈奈 就是啊 有点啊 夫呢 小白龙就抖手 你惊人劲啊 王老师您当年有没有想过演唐僧 想过想过 我跟导演他们剧组还提出来 我小白龙戏太少了 我就不想演了 大概五场戏吧 五场戏 剧组到我们家来跟我商量了三次 三次 这算三顾茅庐了 对对对 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懂事 给人家剧组开了个天价 天价 现在想想都后悔 非常后悔 无比后悔 有多天的天价 当时给人开了一千五百块钱 可能很多年轻朋友没有这概念啊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大的票是十块钱 我父母那时候一月才挣五六十块钱 你看人养个马挣一千五 当年您演男主角的时候 当年我演电影男主角比中情 嗯 整个那个戏拍完拉了以后 挣的是两百七十块钱 男一号两百七十块钱 是电影 您当年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考虑 就想拿这个价格 把对方推走就算了 对也有点这个考虑 但是呢人家真答应啊 王老师的初衷是想要一个大价给推走 嗯 我们向上演员一般 包括我其实平时也是这么运用的 基本上就没有后文了 啊 就基本我给人抱完一个大价之后 人家就是 哦 哦 行行行好 邱老师 谢谢您啊 回来再联系吧 对对对 就结束了 虽然说当时这是一个天价 但是其实也说明您在导演组当中这个分量 刚刚说啊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风雨兼程啊 其实拍这个西游记这个戏 过程也算是风雨兼程了吧 对 这个戏非常不容易 嗯 中间有一度 嗯 因为缺乏资金 停拍 哦 然后大家伙回家 嗯 撒谎了 制片组嗯 再到外面去画园 嗯 寻找 继续拍摄资金 嗯 所以最早的那个西游记 每次播完后边 嗯 跟一个中铁十一局 哦 对对对对有印象 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这样一部经典 其实也要感谢这些幕后的单位啊 他们的支持 那这个您刚刚说的这是剧组的不容易 那您参与到这拍摄当中 这拍摄当中的艰苦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哎呦 拍摄中的艰苦故事太多了 嗯 每天都有事 每天都艰苦啊 拍那武打戏累得要命啊 啊 喘 我们那时候哪有现在那么多矿泉水 亭子 对 然后想喝了打开盖就喝 嗯 没有的事 嗯 没有没有 我们都是喝火房嗯 做完了这个饭菜 嗯 之后再给大家烧一桶水 烧开的水都带着菜味 嗯 菜的油腥 再运到现场 那个山路颠簸 嗯 最后一桶水到现场都剩半桶 或者大半桶 嗯 全组那么多人 打了第一 第一碗水 一般都是给导演 嗯 导演说你看 小白龙拍戏那个武打戏喘 喘气喘的第一碗先给他喝了 嗯 也能听来您是打心眼里是非常感激导演对您的照顾哈 嗯 特别艰苦 像我们群众演员不够 大家 弄一个 呃 布一果 只溜个眼睛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就上去串一下路人甲路人意 嗯 串一下群众演员 啊现在搬运东西 啊到山上去 灯光部门的事跟我没关系 我就走了 对 那时候都得帮人拿东西 拿电线 拿幅画 帮忙全组一条心 嗯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王老师 送给我们的 各位创造西游记的前辈们 特别辛苦 嗯 那王老师刚刚您说了啊 这除了生活当中的艰苦 这个拍的武戏也很苦啊 对 您过去有这个武术的功底吗 呃 我 我那时候就上戏 软演戏 学过毯子功 啊 就是中国戏曲上的这些这些身段 嗯 然后呢 那个年代没有替身一说的 嗯 全得自己来 一般人 如果用替身 嗯 觉得是一种耻辱 啊 必须得自己来 像我跟孙悟空有一段打 是在和摊上的 孙悟空你脚你把马吃了 你还马来 然后呢 小白龙就跑出来了 就都变成一个人 嗯 挨一个箭 然后就冲下去 两人就打 就在那个这段戏是在五一山拍的 那个大戏的 在那个河滩上 全是恶乱石 嗯 不平 人站的都歪歪倒倒 全踩在恶乱石上 还要摔 那石头抢到背 跌在身上 特别个人 嗯 特别疼 爬起来以后 根本就不能管疼不疼的事 然后就要冲过去 还要接着打 然后呢平衡都不太好 不太好找 林志欣 经常就是这个演二郎神这个演员 他又是我们的剧组的武术指导 不行 速度不够快 哦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 升格爬格 没有 就是元素 元素 拍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你的速度多慢 出来就是多慢 哎呦 你必须得提速 嗯 哎呀 最后我的呼吸都是 雪 雪味 雪腥味 那你得打是真的 您挨那踹是不是也是真的 踹也是真的 真身踹 踹完了就是 一个抢背 然后在地上 呱滚 这鹅兰石 正好地又是斜的 再一滚 大石头小石头 个子身上 家伙子 起来还得不能怕疼 还得再冲上去 还得再打 嗯 这一聊起这西游记啊 大家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说到西游记 最应该感谢的 还是杨洁导演啊 这个选中了王老师 也给大家呈现了 这么好的一个西游记 呃 虽然说现在杨导不在了啊 呃 但是我想可能 王老师对于 杨导还有很多的话要说 有什么 呃想要跟杨导表达的吗 啊 杨导这个 真的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艺术家 真正搞艺术的人 是用作品来说话的 您当之无愧 杨洁导演对您是不是格外的有偏爱 从刚刚您描述那个 就这个一碗水得先给您喝 是不是他对您格外照顾 他对我照顾 嗯 他就注意力在我身上 嗯 注意力在我身上 你就准备挨骂 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骂过您您还记得 哎呦 他经常骂我 哈哈哈哈 那时候嗯 到五一山去拍戏 你拍戏来带个吉他来干什么啊 嗯 迷惑小姑娘啊 哈哈哈哈 我是杨导 我喜欢这个弹弹吉他什么之类的 他就说 时间都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嗯 一个人的精力就像一杯水一样 你把这一杯水全部倒在这一颗秧苗上 这个秧苗能喝到你一杯整杯的水 嗯 但如果你把你的精力 这个苗倒一点 那个苗又倒一点 嗯 那个苗又倒一点 最后呢 都分解了 一事无成 嗯 这是他跟我说的话 嗯 也看得出来 杨导 确实对您格外的偏爱啊 格外的器重 那王老师您看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 关于小白龙西游记啊 这是您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啊 这还有一个戏 也是戏有题材的 也是 大家这个 应该说儿时的一个回忆 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 猪八戒 啊 但是这里边这个玉帝和这个小白龙 就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这是很幽默 有点诙谐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啊 啊 对啊 那个喜剧我不多演 这是其中一个 嗯 他演过一个心 寄功臣奇 嗯 让我演如来佛祖 嗯 我说你开玩笑 如来佛 嗯 导演说 哎 你敢试试吗 你敢挑战吗 导演你给我 我就挑战 嗯 每天吃两包方便面睡觉 一个星期不到十天 我判了二十斤 可以 哦 睡前不要吃方便面哦 哈哈 每天两包方便面 然后呢 有一个电影 顾景周 我一看顾景周 我一看顾景周 瘦的又黑又瘦 导演你确定用我了 确定 每天吃一顿饭 嗯 那一顿饭干嘛 要么吃黄瓜 要么吃西红柿 然后再跑步 不到十天 人 插瘦了二十斤 我一个创作习惯 我创作哪个角色 就把哪个角色的照片 贴在我的 卫生间或者是 卧室 每天早上刷牙 看镜子里的我 再看看旁边贴的 那个角色的那个 那个照片 哇 您对自己真狠啊 就是说胖 那您演小白龙的时候 是贴龙还是贴马呀 哈哈哈哈 你这问题好 我演小白龙的时候啊 我我我贴中国古代的那种 那种 就是美男子的大帅哥 公子的那个 那种那种那种 我贴那种东西 那像王老师您看 您刚刚说的这些角色 跳跃都非常大啊 回到刚刚说的春光灿烂猪八戒 跟徐峥有很多的这个对手戏 那阵的徐峥还是挺青涩的吧 就给人感觉就是一好青年 嗯 看见他你就喜欢 不像有的演员拿着 端着 嗯 每个人365行 行行处状元 对 没什么好端的 嗯 谁都别端 这个其实刚刚王老师说到啊 这个演喜剧啊 这心情就比较轻快 是吧 这个比较跳跃 对 因为我们现场的这都是 专业的相声演员 而且非常的优秀 但是他们也特别想 跟王老师将来有机会 能演演喜剧 拓展一下自己的艺术之路 但是他们演戏 合格不合格呢 我们这样先来 让他们跟您做一个小小的互动 我们一会呢 会分别请上每组相声演员 给你们一个提板 你们要来展示其中的这个 关于动物的成语 只能用肢体来表现出来 我们让其他的相声演员 包括呢王老师来猜一猜 看看谁表演的好 谁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是什么成语 好不好王老师 好 那这样王老师您先到我们的嘉宾席落座 好吗 好 我们第一组相演员啊 梁儿思雨已经站到了我的旁边 这提板也在我手里了啊 先看看你们要表演的第一个成语 哎呦 有点难度啊 有点难度 来吧 好 大 棒 哇 这这太简单了 他第一个成语 这是这是这是 哦 还真是 还真是 哦 我知道了 这太简单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答案 我们先从刘昭孙超开始看起吧 你们俩先写完的 爆头鼠窜 这写的什么呀 爆头鼠季器 好我们来看王老师您写的是什么答案 爆头鼠窜 爆头鼠窜啊 哎哎呦 这个跟刘昭孙超答案是一样的啊 哎呀 我给低个小纸条 是啊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爆头鼠窜啊 爆头鼠窜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成语 哎呦 来吧 这这得好好想想啊 嘚嘚嘚 嘚 嘘 啊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哎观众朋友猜出来的吗 哈哈哈 好 我们来看王老师的答案 我就看杀鸡颈猴 这个 这是我写的杀鸡颈猴 这是刘哥写的杀鸡 侍猴 杀鸡侍猴 我们来看个印权的吧 杀鸡颈猴 你看这颈猴的颈是不是这个字 对 我觉得印权这字写的 孙川写一颈重的颈 就是贝尊重的颈 杀鸡是为了贝尊重的颈 来吧 我们来看证据答案吧 321 你看给他乐的 杀鸡颈 我写错了 好 谢谢 我们再请上刘昭孙超两位 有请 来给你俩了 刘昭孙超二位 我们来看看你们第一个成语 要展现什么呢 这太简单了 你演那动物 我一弄就完了 行 行 行 一般开始 默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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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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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郁全呢 給牛弹琴 对牛弹琴啊 好 对 这个表演呢 应该是很明确的啊 对 对 你们俩在演 应该有点 上演法 就别那么太像 累了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成语啊 哎 这个也好演啊 但这样 好嘞 好 一边 开始 这是个什么呀 狗熊 来吧 大家要写答案了 两人 两人 你猜出来的结果对错 咱先搁一边 你这里居然有三个汉语拼是吗 那三个都不会 真想不起来了 请假的假不会写 这同一字还是他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虎甲虎威 陈铢 侯振鹏 有请两位 陈铢 振鹏 这非常善于模仿的 好 我们来看看你们要展现的 第一个成语是什么 爱听现实的观众 高英培先生使过这波 是的 他这波里面是这吧 那别说 我还真觉得挺像的 高先生是这吧 对 对 对 来吧 大家猜吧 小猜 我这就只能弄猜 他这灵活劲儿 就倒猜不出来才有根的嘛 我们来看看王老师 王老师的答案 是不是啊 文鸡其武 王老师写文鸡其武 文鸡其武 王老师请教一下 打哪看出这鸡来是吧 我写的浑水摸鱼 浑水摸鱼 这还场 刘昌老师写的啊 这这位四十三岁写的叫鱼儿得水 哎呀 说错了 鱼 如鱼得水 我可以听说 鱼儿得水 如鱼得水 四十多岁的人了 管鱼叫鱼儿 这个鱼不是动物 鱼还不是动物 鱼恨植物的 鱼还不是动物 鱼儿在王老师的眼里 属于是龙宫的家人 对对对 这个理解很有道理 王老师的眼里 就是虾兵蟹将 我觉得给王老师演 我们这个应该是这样 启禀大王 三太子来了 就在那龙宫外头 把那嘎了蹦都打开 嘎了蹦去 对 还真有一段 这还比较细 四元 你刚才不就写过鱼吗 他后来我想起来了 他写个如鱼得水 好吧我们来看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 如鱼得水 还会水摸鱼呢 但是你这个鱼儿得水 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还有文鸡齐舞呢 来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成绩 来 这适合你 最后这个有点那意思了 好了可以了 殷泉你表演结束了 可以了 这么好你也演一下 我觉得他们猜不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猜了 大家猜吧 你看我这有一人 不许说话 这倒霉就倒在这动作上了 他 他 孙筹我先练我们这个 孙筹的成语是 我们来看一下 捡了个猪 捡了个猪 对啊 那个猴哥学的那个 完了完了 那个殷泉哥 前面那是 当当当当 给这猪捡走了 看了吧 捡个猪 就是 那是成语吗 猪撞树上了是吧 我觉得守株带兔 守株带兔啊 对 他刚才出的声 猪的声 然后呢 一下子对着一个 小兔子 等于 但是没表现兔表现出来 你没兔 你还得在这兔 这我可给哥得评理了 因为这个 为什么我认为是兔子呢 因为哥刚才有这么一个动作 他是抓着兔子耳朵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是 守株带兔 来我们看看证据答案啊 好 守株带兔 对 这样吧 这个接下来给你们一个 除了展示这方面表演的能力 展示一下你们真正相声的功力 好不好 好嘞 给你们一个这样的机会 接下来舞台交给 殷泉 振鹏两位 有请两位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大家 今天啊 咱们跟王老师一块 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好啊 是是 叫风雨兼程 没错 你看这西游记 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 唐僧也成佛了 是 猪八戒是 敬寒使者 杀和尚 真身罗汉 对 包括王老师扮演的小白龙 回化龙池 没错 变成了是拔布的天龙 了不得 这叫风雨兼程 真是 你说咱们人生当中啊 其实跟这西游记一样 也是历尽很多道磨难 才能成功啊 当然了 咱们人生当中 不可能说 你有一孙猴 给你赔一猪八戒 这不太现实 对 但人生当中 咱们也有伴侣啊 所以说 关于爱的这话题啊 很容易分享成 风雨兼潮 它是永恒的 在这考考虑 你说吧 什么是爱 你认为的爱 每个人见解不同啊 我认为爱情就是包容 爱是包容 对 还有觉得 这小伙子恋爱了是吧 你觉得爱是什么 爱是责任 真好 我作为男孩 我有责任对她好 对 大家还有人觉得 爱是什么 那姑娘 奉献 爱是奉献 这更好 都对 没错 其实爱还有一种境界 你说说 就是爱而不得 真是 你看那热播电视剧 叫人世间啊 演完了 对 春艳一开始 跟这个炳坤 都说出来了 没瞧 咱俩演一演吧 这桥段呀 替大家回顾回顾 可以可以 是吧 我演春艳 你就是炳坤啊 行啊 你春艳那个演员叫 叫黄小蕾 黄小蕾 刘牙小酒窝 就看看那镜头 炳坤哥 刚才我上你们家了 你妈认我当官闺女 我知道 你妈喜欢我 我妈也喜欢你 你表个态吧 春艳 我不喜欢你妈 谁让你妈妈那想呢 你一直说你妈喜欢我 谁让你跟他妈搞对象 你知道吗 我不是那意思 我怕咱们俩搞了对象以后 回家就不合适 你看 情商很低 不会说话 后来春艳又给暗示了 第二幕了 我现在可就站在你面前了 想干什么干什么 说吧 你想干什么呀 那春艳我就直说了 你们澡堂子还要人吗 哎呀 一跳 这不这剧情人就这么写的吗 这么演的吗 爱而不得 人生当中有多少人 我们父母那代人 其实最后都像周本坤 跟郑娟一样 平平凡凡 安安稳稳地 过完这一生 但是那种小的波折 想起来很有趣也很美好 对 远的不说就拿你们家里来讲 我们家怎么样 你爸你妈就是鲜活的例子呀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对 侯振鹏的爸爸 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呀 这什么名字 大长寸吧 我姓侯 我爸爸叫一大串的名啊 家母贵姓啊 我妈叫侯珊珊 完了吧 他爸爸就属于那年代 用家条件来讲 光字片男孩啊 好 这说我们家的事 一般倒插门 倒在你老爷家呀 不说那段历史 就说这爱情故事 风雨兼程的事 那年代搞对象都上哪去啊 那时候就上个这个电影院 上公园 是 复制店门口 没错 塔雕 塔雕 上塔雕上搞对象的 我爸不是这塔雕司机吗 我妈每次呢 爬上这塔雕 对 看我爸就为了 俩人有这个私密的空间 很好啊 就这意思 咱们今天风雨兼程第一幕 就是塔雕相会 这可以啊 人家过去根有敖包相会 有有有 塔雕相会 塔雕相会 哎 行吧 这可以啊 但是啊 妈们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没错 哎 那个感觉啊 妈们的劲头 你得有点那大家闺秀 那劲头 我干嘛 我妈舞蹈队的 是怎么着 没有那事啊 这正常点 好正常点啊 大家闺秀 得端庄一些 开始 哎 就这意思啊 哎 行了 干嘛呀 您呢 也别模仿这塔雕的声音 不就是这 做笔成样 就就就 我就见着你了 您在这等着我 珊珊就来了 行嘞行嘞 珊珊来迟嘛 哎 嘿 好啊 正开车 呦 珊珊来了 哎 爬上来的是吧 对呀 嘿 这么高的地儿啊 真是 高处不生寒 嗯嗯 但是跟着你一块看 落幕余晖啊 还真是好 哎 天也不早了 说晚上干什么去吧 正好 我捡了两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打算请你看电影 到底是捡的还是买的 那个先买了两张 又捡了两张 我都想好了 把这个捡的呢 咱俩看电影 买的我给退了 给你买冰激凌 怎么样 又看电影 又吃冰激凌 多浪漫啊 想的美 啊 人家丢电影票的同志 这多着急啊 啊 你这是品德有问题 不是我不让你高兴 我跟你在一块 不就看你人品好 你要是这样的话 高低跟不了你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这电影 嗯 你要找不到这施主 我就不给你看了 呦 这都急一点了 咱要爬下去 来不及了 谁让你爬塔掉了 那怎么办呀 跳下去啊 刚搞对象 就殉情了是吗 但你看那年代谈恋爱 品德放第一位 品德得高尚 差一点不成啊 这还真是 后来你爸爸起来了 后来挣钱了 有钱呢 对 哎呦 了不得啊 还凑合了 但是这说有钱 咱说赶上做生意 那都是你妈支持的结果呀 我妈他们家当初有钱 风雨兼程第二幕 哎哎 借钱 也行吗 两口子还真是 得用来借这字 那时候他妈正好 怀着孩子呢 没错没错 我有了你了 是是 你想那尽头啊 你妈怀孕啊 哎 你看 呵 这都快临盆了 这都啊 珊珊 不能这 哎哎哎 那个想跟你说点事 你说吧 咱家存着上那个钱 能不能给我用用 你要干什么呀 跟你借 还还你呢以后 说干什么 干什么 我下海 买裤衩啊 游泳裤衩 那你就花钱买三五块钱 行了 买什么裤衩啊 那你是要干什么 做生意 做生意 嗯 行了吧 咱们就安安稳稳的 工作就得了 你说你开完塔调去 酵油厂 后来又去搓澡 你就不能干个 正经的班上吗 我告诉你 做什么生意 能挣钱吗 改革开放机会来了 我都想好了 我最近天天学习 我打算做这个互联网 我都没听说过 这是八十年代 什么叫互联网啊 这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知道吗 互联网现在不知道 四十年以后 咱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呀 都在家里边 足不出户就解决了 我看呢 今天那钱不给你也不行 你就得给我 可以给你 我借的 但是你要干赔了 我跟你儿子可就得睡大马路 放心赔不了钱 想好了办 没问题 明白没有 实在不成啊 我就跟水字流一块过 好嘛 找那仇人去不成啊 说这意思 风雨兼程 但是爱当中也有很重要的事 什么呀 猜忌 但是猜忌呢 这个少不了在婚姻当中 对呀 肯定会有 别说搞对象的 结婚呢有多是瞎怀疑啊 尤其是时间长了 风雨兼程第三步啊 这是猜忌了 你爸你妈猜忌啊 行行行 行吗 可以 开始啊 好比这时候已经抖斩而复 条件好了 是 你妈在家正待着呢 可以可以 你爸回来这有什么幺蛾子 没跟妈说 没跟妈说呀 行吗 没跟媳妇说 开始 沈沈 昨天挣了五万块钱 存卡上了 一会儿你查一下 不用 干嘛 干嘛呢 这干嘛呢 你自己留着就行了 不要给我 别弄这个 干嘛呀 我留什么钱 挣钱都是给你的 我 我求你 别往后说了 行吗 求你了 你什么意思 要点脸 行吗 我求你 你别这阴阳怪气 什么样啊 什么样啊 谁阴阳怪气啊 我太谢谢你了 好吗 我跟你说话了吗 废话你是什么意思 你当这么些人 什么意思 话里有话的 我当这么些人怎么了 我当这么些人 人家街坊邻居乐一看 对不对 你看这男孩一天没事干 就看咱俩打架的 我开心 我都没让人看 人家看笑话呢 你干嘛 就对啊 笑话谁啊 笑话我是吗 笑话咱一家子 有什么事就说 笑咱一家子 没有什么可笑话 有什么你就说 甭来这套 怎么了这是 钱也挣了 钱也挣了 你挣的钱 你给谁花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给家里证 我给谁 家里哪个 你家好几个家呢 你给哪个家关 你别这么说啊 我怎么说呀 有证据 你在哪里手 我劝死你 有证据你说 没证据你别胡说 我告诉你 这是我亲弟弟啊 一会我们俩一块揍你 我告诉你吧 你说你到底什么原因 你说出来干嘛 你今天上哪了 哎呦我的哥哥 你上哪你跟上说呀 你说了半天 你说上哪了昨天 不就这点事吗 我串个门 得有名 先生吧 人得叫张 咱们说上闺蜜家 张三李四 对不对 得有名 不是我 吉庆礼过去同事那儿 过去那个塔调那同事那儿 你们同事住得了吉庆礼吗 啊 吉庆礼就住一说线的 赵伟舟 你说人家干什么 人家是你同事啊 你说他干什么 完了吧 行 行 说实话不成吗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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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得上门哪 谁呀你说名字叫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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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搞对象 苏美我特喜欢你 我也没什么 要不把这塔雕送你 都是你干的吧 我跟你年轻的时候 不懂爱情 雕车上面坐一斗 告诉人家 你没去游乐园没关系 我拿这塔雕抡你 差点飞出去 不是你干的呀 那年轻的时候 那根本就没谈恋爱 你不就觉得现在已经钱了吗 我不是 我没找他 我不是看孩子去了吗 你的孩子呀 他们家住着你的孩子 那孩子咱们都看着长大 现在十八了 学习好 人考大学了 不好意思 差点学费 这小朋友 人家孩子都十八大学 你怎么不给人家钱呀 人家 人不是张嘴了吗 都是过去同事 差点学费 咱补贴补贴 人是借的 人家到时候还 不用 今天现在 我就给刘宿美打一电话 没多少钱的事 你再弄得 不是 没多少钱 你可别跟人要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给他打 你再跟我让着 喂 喂 你好 素梅 不是 你看我这态度 一点都没急 素梅 素梅你好 我是你嫂子 我想问你点事 你大哥昨天上你家去了 是吧 真给你添麻烦了 对 听说 孩子上大学 急需要钱 嫂子理解 嫂子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一丁点 喜欢你大哥 没有这么直接 不喜欢对吧 你瞧 因为你大哥 长得特像吉娃娃 是吗 这叫什么话 这叫 你不喜欢那种狗 喜欢法斗 好嘞 再见弟妹 好嘞 听见了吧 听什么呀 人都不喜欢你 我看你这就是吃醋 你知道吗 以后咱这得分片 所以你看夫妻之间 就这么打架 小猜忌 多多呀 确实有这情况 风雨坎克一辈子过来了 互相得信任 事到如今 你爸妈今年多多年纪了 今年快七十了 你快七十了 那可不是吗 当年他妈年轻的时候 刚才我说了 爬轿车 真实 哎呦 走路 现在啊 风烛残年呀 投着门的妈现在也出门 您等会 行了 起来 没到 快出 好 年轻 您这得够140了 知道吗 反正挺老的 没有 没不至于 现在很精神 对呀 很利嗦 老两口 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去 玩 巴黎圣母院呀 埃及金字塔 那头几年了 他妈还特喜欢高 因为年轻时候 爱看吊车呀 爬上的最高处 他爸爸每次 他妈只要一到高处啊 准时 老伴 不如 干嘛呀 我给你照照相吧 啊 和你等会儿跑 给推去了是吗 没有这做这种照相的动作 没有这动作照相的 很恩爱 确实恩爱 但是阿姨这要求 与日举赠啊 是吗 各方面 你比如说啊 什么呀 最近啊 告诉说要找一件 铭记他们俩爱情的信物啊 他要见证爱情 哎呦 给你爸爸为难了 哦哦哦 最后你爸爸一咬牙一跺脚 写了本书 埋塔掉 哎 去你的 当然他们好几个女孩 联名 就好几个女孩写一封信 说 我们都挺喜欢你的 都挺喜欢你的 你不知道你会喜欢 我们终点哪一位啊 哎呀 不管过去多少岁月 我娘得跟我过呀 多上姑娘你太缺德 你的对象找不着 社会很单纯 不咋底诗呢 哎呀好样的 你提到中国女国这四个字 那就是光荣 那就是自豪 那就是风雨彩虹 您看我们小时候那日 家里一般都得买那挂历啊 底下是那个日期 然后上面呢 还会印着很多的人物照片 那个美人头照片的 比较畅销 对 你看这区别就出来了 别人家里一般都买那个美人的 你像我们家里 就因为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年年买挂历上面都是印着您的照片 那你母亲正是我的忠实粉丝 您知我爸多恨您吗 就因为你母亲喜欢我 因为看不了美女了 哈哈